指揮中心十六后依然持续加龄 但是边境防疫即将碰到春节大关 指揮中心再次为民解惑 选择十四加龄加七的民众 只能进驻防疫旅馆 在入境日和住防疫旅馆满地十四天时 进行PCR裁剪 接着若是选择十加四加七的方案 前十天只能入驻防疫旅馆 在第十天PCR裁剪为阴性时 才可进行四天的居家检疫 而居检期间若选择一人一室 同户同住者必须完整接种两剂COVID-19疫苗满十四天 若选择新方案七加七加七 入境者必须完整接种两剂疫苗并满十四天 在集中检疫所满一百六十八个小时 且需PCR裁剪阴性才可返家 除此之外 指揮中心也特别说明 同住者加强自主健康管理规范 同住者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还有自主健康管理的一些措施的 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边要特别讲的是 这个所谓加强自主健康管理的部分 就是要完全遵照 右边的自主健康管理的措施之外 另外也不可以跟这个居检者 共用房间未遇也不可同处共识 而集中检疫所也将在十七号 早上十点开放预约 针对第十五期开放混打 指挥中心也在记者会上公布初步规划 目前估计打完第一剂 BNT疫苗 等着要接种第二剂的约有两百多万人 至于要打AZ第二剂的民众 大约初估有九十七万人 而这九十七万人的第二剂 就可以选择混打 第十五期如果要开放混打的话 那BNT跟莫德纳 大概都可以纳进去 那另外 AZ第二剂的部分 就是可以打AZ第二剂的部分 大概只有大概九十七万人左右 那所以等于是说这九十七万人 他可能可以选这个选打第二剂 AZ也可以选打第二剂的 混打BNT或莫德纳 可能是会往这方面规划 开放混打后 事先开放混打BNT还是莫德纳 指挥中心也回应 会朝同时开放的方向规划 指挥中心更进一步表示 希望到今年十二月底前 国内第二剂疫苗接种率 可以上看到六成以上的目标迈进 原始新闻 Griam Yiku 台北市采访报道